纽西兰的男生 太喜欢喝酒 有啊 怎么会 但是因为我们在纽西兰喝酒 反正晚上的时候交通有点不方便 而且去酒吧会觉得有点贵 所以最流行的方式是会办那种 房间派对 但是那个问题就从这里来的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女性朋友 然后她的男朋友开这种派对 就会觉得每一次 就会把房子搞得太乱了 就是重点是她下一天有工作 然后就她们很吵 然后就是女生一直睡不觉 但是重点是她起床 就是房子 男生还在下巴睡觉 然后爸就还没有收拾完这样子 所以她现在就算了吧 我先出门 她回来还没收拾好 对 所以就到了她的地线 然后就说没办法就分手 但是对你来的话也好事 因为那个以前我们 那个iPhone Vision这个节目 这是一个纽西人的朋友 叫做马凯杰 对 对 是 真的也是她每天喝酒 每天开派对 后来是打ка酒精总讨 所以就没办法来节目 所以就 RYAN 所以是 对 然后它是这样没来喔 对 没听说 白癡人 巴西人就是因為 好啦 真的假的啦 那你有沒有抓太多 為什麼要抓 就任何狀況 哪個國家女人 都會跟著男人分手 對啊 不是 那重點要來了嘛對不對 因為男生 就巴西男生就是很... 很願意付錢 特別就是因為 如果他們就是有女朋友嘛 他們要出去 那個跟女朋友吃飯啊 喝酒嘛對不對 那假設 今天這個男生 他有零薪水嘛對不對 那今天一號嘛對不對 差不多八號 十號之前 差不多金花完了 就用完了 我們假設就三萬塊嘛 十號塊差不多沒錢耶 然後他就... 對啊我之前的朋友都是這樣子啊 還有他...他還想要 就是約他的女朋友 跟我出去吃飯 然後有一天我們就出去吃飯 他沒有錢 他說兄弟 你可不可以幫我買單 這麼凱是因為女生要求 還是你們自己覺得應該要這樣 自己覺得要怎麼做 對... 那你們不付女生會怎麼樣嗎 如果你們不付錢 會去找另外一個負債比較少 有可能... 沒有...我發覺台灣女生 就是會這樣子被寵壞了 我覺得台灣女生很習慣 去什麼局 就算你不是我男朋友 但是這個局全部都是男生 那我去我就是不用付錢 對 身邊好多女生朋友就這樣啊 唱一次歌 出來跟我說 竟然跟我要收錢 我是女生耶 什麼的 怎麼不會... 怎麼不幫我付 對... 怎麼不幫我付 然後出去吃飯 也是啊 然後那個女生 我的朋友跟我講說 你知道嗎 我的那個男朋友 他又幫自己買了一個新手錶 但是今天我跟他出去吃飯的時候 他也是要GODOTCH 我覺得 我們是的確滿習慣 就是出去譬如說 女生就不管 男生擠個CHAR一下這樣子 但是... 我是真的有遇過一個 就是我們一個局裡面 然後大家就想說 今天也都是普通朋友 也沒有想要就是 誰對誰有意思狀況下 所以我們就是買單的時候 就男生女生多少人 大家就SHARE玩 對 然後走的時候 我們走在前面 就聽到後面那個女孩子 年紀不大的一個小女生 就跟他旁邊的就說 我問我們不要跟他們出來 竟然叫我們付錢 對啊 然後我是有點就震撼 就是蛤 那我以後也不要跟你出來 我們也都沒有再約過他 但是那是很偶發的狀況 就大部分時候都是我們會買掉 就是偶爾有一次讓他出了錢 他竟然會這樣講 你就覺得 蛤 原來 對他們來說 要掏錢包的這個動作是 這麼的難 他們這麼的不願意 沒錯 沒錯 對 這個很気持ち的問題 就是說我知道 日本也是啊 日本的女生基本上 我不知道從進來 我們九州不太可能 是讓女生付錢 女生也知道 但是對 你沒錯啊 這是拿錢包的那個動作 迫序就是 沒關係 我請 然後比如說講簡單 下一次你請嘛 或是飲料我買 一定要有這個感覺嘛 或是一句話 謝謝就好了 對 不能理所當然 對 太陽真的太陽 不要說你一定要幫我付錢 這個感覺是不對的 這個感覺一定是不對的 至少有一個掏錢包的動作嘛 因為我在台灣那時候 還沒結婚的時候 我真的一個晚上跑三胎 三胎完全都不用付 這個跑完完完就去下一胎 下一胎 我那個晚上完全是不用帶錢包的 男生會有一個這樣 我覺得這個OK 就是說他們男生 男生可能食量大啊 或是男生有喝酒啊 或什麼的 OK啦 但是女孩子還是我們不要太那個 但男生滿無辜的啦 就會被分手是這個原因 美國男生這邊呢 最常被分手的原因是什麼 應該不會小氣了吧 太釣魚打獵 對 這是你家的事吧 只有你們家會這樣子吧 對 這個是鄉下人 因為不能代表全美太大了啦 對 但是以鄉下人來說 我們最常被分手就是這個原因嘛 我那個朋友 他就是跟他女朋友說我要去釣魚 然後他就去那邊 然後他女朋友一直等他回家 等到隔天早上 然後他就嚇一跳 他說是不是溺水啊 被魚釣走了 被魚吃了 或是什麼的 然後他就去 他去那個湖邊嘛 然後就看到他老公一大早 在湖邊就是還在睡著 因為他就是把自己喝酒醉 然後掛在那邊 然後就是 就是很好笑的一個畫面 所以他很生氣 他就很生氣說 你之後不能再這樣 然後不能再去釣魚 然後後來他就想說 那不然我要怎麼辦 他就換去打獵 嗯 然後他說打獵 打獵你只能早上五點 或是下午五點 就是時間比較固定嘛 對 然後他說好 你可以去 然後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晚上他就去打獵嘛 然後 這個他去打獵 差不多五點 然後他 不小心獵到了一隻鹿 而且很大隻 他的鹿腳超大 然後肉一大堆 然後他就是一直跟兄弟分享 他說趕快過來 趕快過來 然後就是開始處理啊 然後分肉給大家什麼的 然後差不多九點到了 他就說 對啊 就是今天很好玩 差不多可以回家 忘記還會跟我女朋友約會耶 哦 他七點的約 已經快晚上 已經九點了 對 九點快十點了 天啊 哇 完蛋了 他本來想說帶一些肉回家 給他女朋友 拿一個路頭回去 不好意思 應該沒有幫助啊 在那邊 就是沒有幫助 立刻分手了 通常做錯事回到家 男生可能就 啊 對不起 然後可能買個小禮物這樣 對 然後他們是回去 生肉 寶貝 對不起 拿一個鹿 我整個起頭發在那邊這樣子 對啊 那就是真的是 美國很鄉村的地方 才會有的啦 那我們這樣聽到 都是這個各國男生 會什麼樣的狀況下 被女孩子分手 是 但是也有反過來的狀況 有沒有聽過男生 用什麼瞎的理由 來提分手的呢 這個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原因 是因為我之前 我那時候有女朋友 然後我另外男生朋友 也帶他的女朋友過來 然後那時候我們都是 第一次看演唱會 我們看楊靜如的演唱會 他那時候的來賓 真的是一個很大咖 然後是一個男團 就是五月天出場 哦 就是很high 五月天出場 大家 哇 這這麼久以前的事啊 對 就是很high啊 因為五月天出場 大家一定會很high嘛 男生朋友的表情 有點怪怪的 那個看完演唱會 我們就約 我約他們去吃飯 結果那個 我男生朋友說他不去 他好像有點生氣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哎 莫名其妙 為什麼要生氣 有什麼好生氣 然後後來過了幾天 他們兩個分手了 嗯啊 然後我分手的原因超瞎 因為他男 我那個男生朋友覺得 他女朋友 看 就是看到他女朋友 就是五月天出場的時候 那麼high的樣子 他就覺得 那個崩潰 蛤 因為就是他平常是一個 很很有氣質的女生 哦 知道嗎 就是那個反差太大 這很流連對不對 對 崩壞 就是平常是一個小 很有氣質 他以為是 他就是這種人 但是五月天出場 而且是五月天是男團 然後他那個女生朋友 就是女朋友 就是high的很誇張 因為他有可能是 五月天的粉絲嘛 是 然後他男朋友 看到偶像難免會 對啊 對啊 太慘了吧 很多這種人耶 其實看到就是 就是那個 遇到他很像 然後high的人 然後他身邊的那個 對象都不爽 我有的時候也有一點不爽 那是你女朋友 看到誰的時候 你會不爽 小梁哥 小梁哥就還好啦 什麼還好 這麼不爽 對 不可能我只會看到 小梁哥這麼尖叫啦 一樣啊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啦 就是我相信男生 大家都瞭解了 比如說 歐元本就是交往得很乖 感覺就是那個 真的 對 很乖就是那個安靜 然後那個第一次發生關係 就是 來吧 寶寶 來吧 寶寶 真的啊 你的通報了解嗎 這是真的啊 反正太大 我們男生會嚇到 對 就肉攤太多 如果平常就是這樣 對 但是平常是不一樣 你確定嗎 對 她說 我的天啊 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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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叫警察 去 沒有 她說 你在哪裡 沒有啦 我這次在你 我實在不想分享 我覺得這超瞎的 我之前 就是剛來到台灣 那台灣女生跟國外最大的差別 就是溫柔嘛 然後體貼 然後也可以說雞婆嘛 換句話說 對 反正當初呢 我來到台灣 就是我交了一個 第一個台灣女朋友 她對我很好 就是 她會 就做那種典型台灣女生 就是 欸 起床了沒啊 欸 記得吃飯喔 然後要睡覺了喔 很晚了 天冷穿衣服幹嘛幹嘛 一開始我覺得很幸福 就是哇 怎麼 像媽媽一樣 就比媽媽還要溫柔 就哇 原來有人可以 這麼愛我 這麼好 但是 過一陣子 我就覺得很煩 我就覺得 我要吃飯 趕你屁事 你幹嘛叫我吃飯 我要睡覺是我的事 你不要叫我去睡 我起床了沒 跟你沒有關係 然後我就壓力很大 我就覺得 你又對我這麼好 又要控制我的生活 我不行 我就整個人開始躁鬱 我就跟他說 我的分手原因就是 我就 你人真的太好了 我跟你在一起 我好焦慮喔 我覺得我好爛 你讓我覺得 我是一個大爛人 沒錯啊 我們分手吧 我就是用這種分手 所以這個爛理由是你提的 是我提的 超爛耶 你真的好爛喔 因為你 你真的好爛喔 很多人就會說 因為你太好了 對 我配不上你 所以我才說 真的很瞎 就是 我也不會說 反正就是 他這個女生對我好 到我壓力大 然後我怪他對我太好 讓我憂鬱症 這個有道理啊 有道理 你看像外面35度 他還穿皮夾克 他就是虐待自己 今天很涼 外面多雲 29度而已 30度而已 不用分享那個啦 報告到這樣子 用這種心理狀態來分手的 其實還不在少數喔 Jasne 有有 我家那邊有一個 很瞎的一個例子啊 這個人呢 他是跟他女朋友 這我 那個女生是我的朋友嘛 然後他們在一起 差不多三年了 然後 這個女生是非常好的一個人 就對他男友也是很好 就是那種 如果我還在美國 也是會娶她的那種 哎呦 這很棒的一個女人嘛 好險你放過了她 好險耶 然後 但要小心費丹尼 然後 發現他就跟他男朋友 在一起可能三年了 然後 他說他有一天 他們要去約會 然後他們在開車 然後開到一半 他男朋友就突然 就是很安靜 然後他覺得 欸 怎麼突然那麼安靜 他就突然這樣 Jesca 為什麼 然後他 他嚇到 他說怎麼那麼突然耶 我不是剛好要去約會嗎 對對對 就是一切好好的 對 然後他說 他說你為什麼要跟我分啊 欸 你在開玩笑 他說沒有 他說我要跟你分 我認真的 然後他說為什麼 他說 因為 那個是Mike喜歡你的 不是我 什麼意思 他那個雙重人格 他假裝他自己有雙重人格 因為他的名字叫做Mike 就是27個比例 24個 24個比 這個男生的名字叫做Mike 然後他說那個是Mike喜歡你的 不是我 我會 好可怕喔 我不允許Mike跟你在一起 費丹尼又學到了 這招 我還滿厲害的 學到什麼爛招 好刺激 好難喔 那個女生當下嚇死了 你知道嗎 他就 他就說我要嚇死了 然後男朋友就把他放在加油站 就是離開了 哈囉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級強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漏階 就可以了 下次見 可疑 下次再見